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 说 我们的雷锋 二十多天前 七月一号的天安门城楼上 习近平 讲话中有一段 寄予今天的 中国青年 他说 未来属于青年 希望寄予青年 一百年前 一群新青年 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 在风雨如晦的 中国苦苦探寻 民族复兴的前途 一百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一代代中国青年 把青春奋斗 融入党和人民事业 成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增强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 底气 不负时代 不负韶化 不负党和人民的 殷切希望 习近平 话音未落 这个整个广场 海洋一般 珊瑚海啸 中国的青年 给予了 总书记 以这样的回答 那么这次 纪念大会上 两个青年 两个少年 总共四个人 也曾经为党献了词 也是代表 今日中国的青年和少年 对中国人呢 做了宣誓 发出了自己的誓言 但是听来听去 我总觉得 我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东西 包括习总书记的这个讲话里的内容 我相信这讲话肯定不是习总书记自己也写的 你比如说 这个讲话里面 说这个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级马尔斯主义思想火炬 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 他在说一百年前的中国共产党 建党之初的党的先人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如果放在国民党的头上 也一样是适用的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的国民党也是由一群新青年组成的 他们也是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 只不过他们的探求是徒劳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主义是错误的 因为他们就是在歧途之上 那圣尔寻的正道和真理呢 说这个一百年来中国青年 这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青年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 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那么说一句 让组织上不高兴的话 如果共产党那场革命没有毛主席正确的领导伟大的指引 不取得胜利 不建立这个新中国 我相信 国民党也好 还是什么党也好 智下的中国社会中的中国青年 也一样是 为了中华民族复兴 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力量存在 因为青年的性质就决定了 他一定是社会的先锋 是社会的先锋 中间 鼓与呼的这个群体 一百多年以来 从清末以来到民国 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历代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 先进的中国青年 无疑不是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 只要他志从高远 只要他不躺平 只要他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私自立的 知徒 那么他一定会有这样的民族责任和家国情怀 所以我觉得这不应该 这不仅 这好像不是 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或中国共产党教育下的中国青年独有的精神 风貌和理想 和他们的历史责任 我认为这不够 我觉得为了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的属性来说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国家属性来说 为了这个党和这个国家不改变颜色 即使短期变颜色了也能迅速的发现和改正过来 为了这样的目的 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我认为不仅需要重新的认识和明确的认知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那么今天中国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治理中国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像雷锋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解决因为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而造成了毛主席开创的那份革命事业 如今已经后继乏人的这个大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大到了什么程度 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关系到这个党和这个国家甚至包括这个党的和国家的领导人的 个人的生死存亡的这样的重大的问题 我相信像罗马尼亚的青年们 几十年前的罗马尼亚的青年们 如果他们 罗马尼亚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 这个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的这个实践的过程中 培养起了一批忠诚的 这个这个 共产主义事业的这个接班人 我相信就没有齐奥塞斯库夫妇那悲催狼狈的下场 不由分说 抓出来 愣到墙边 直接一个人说几句话就把他悬判让死定 当场就给执行 你说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光 都谈不上彻底吧 都谈不上这个国家 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吧 这个问题 是无产中国的无产阶级这份革命是关系到 中国的无产阶级事业 社会主义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甚至是万年大计的事 就是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 仅仅是四十多年前 1976年9月中旬 毛主席去世和追悼会之间的一个星期的时间 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大厅 毛主席的这个 这个 祭奠毛主席的活动 当时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伟大领袖和导师 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那部纪录片 大家看一看 那个里面当年的中国青年 一男一女 穿着白衬衣蓝裤子 戴着红袖标 庄严的举着自己的这个左手 握成了拳头 在毛主席面前 喝着他们身后中国青年的眼泪和哭声 他们是怎么样对自己的导师宣誓的 他们是怎么样对自己的导师宣誓的 大家还记得吗 他们说 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毛主席 我们向您 庄严宣誓 我们是您 最忠实的红卫兵 您永远 是我们的红司令 毛主席 我们多么需要您 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继承您的遗志 发扬对反东派造反有理的革命精神 刻苦攻读马列和您的光辉著作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 接好革命断 反修 防修 一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精光大道 头可断 血可流 您的光辉思想 永不丢 还可哭 石可烂 终于您革命路线的红心 永不变 大家可以回头 找那部纪录片看一看 我觉得那部纪录片 每个日爱毛主席的人都应该认认真真地看上了一遍 受教 还可哭 石可烂 终于您革命路线的红心永不变 头可断 血可流 您的光辉思想永不丢 短短的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如今四十多年 誓言犹在耳畔 但誓言早已随风而去 历史走到了今天 当下的中国 毛主席开创的那份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哪 终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中国的青年在哪 雷锋这样的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还有吗 今年的三月六号 南方日报 南方日报有一篇报道 说什么 一篇一则新闻 说一部讲述雷锋的传记影片 青春雷锋 在南京首映 电影院连续四场 观众为零 工作人员说 没有一位观众买票 四场均为零票房 都是到开演点了 取消放映 四场连续四场 接着这篇新闻 评论导说 如今的社会道德风气已是江河日下 而试图用榜样的力量来矿正 真的可行吗 贪腐的官员 反面教员何其多 正能量正面的教员有几个 干部都在学和声 却要百姓学雷锋 大多数人在私企打工 事无巨细都是老板说了算 怎么能产生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思想 土地承包后 大集体已不存在 农民怎么能产生雷锋式的集体主义思想 艰苦朴素 助人为乐 也是雷锋精神的一部分 而今政府是在提倡消费 光二代 富二代又在炫富 八零后 九零后 零零后心里早就为了钱 而失衡 还奢谈学雷锋 其实大家不必揣着明白犯糊涂 谁两袖清风 谁一穷到底 谁不解放思想 谁就会对改革充满微词 有多少领导干部 台前讲着理想信念初心 台后 干着贪污腐败的勾当 既欺骗组织 又哄骗人民 真的学雷锋 先从官员做起 百姓自会群起 而效法 这篇这则新闻报道里面 还说到 说大多 如今大多数的大学生都已经忘了 学雷锋日 三月六号 南方日报的报道 南方日报是右派阵地 南方日报 包括尤其他旗下的南方都市报 南方周末 他从来都是中国右派的阵地 南方日报 这抓到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条好新闻 这次台湾了 看来是好新闻 愣眼旁观看着热闹 一个观众没有的热闹 青春雷锋 然后发出了这么多牢骚 说了这么多大实话 几天之后 针对南方日报的这篇报道 三月十号 北面的北京日报 发表了一篇个人的评论 这评论认为呢 说是不是大学生抛弃了雷锋 而是社会抛弃了雷锋 认为现在全社会都 这这这忘了雷锋了 社会上那么多 绝大多数的人 与雷锋精神都背道而驰了 在这时候恰恰 还在中国的校园里面 还有一部分校园里的 一部分大学生 在坚守着雷锋这个名字 每年还有那么几天 起码三月五号前后 还学学雷锋 做那么几件事 所以他们为大学生 这个名冤 说这个大学生应该被赞扬 而不应该板子 不学雷锋的板子 不应该打在中国 今天的大学生的身上 接着这篇评论说 他说媒体也好 公众也好 因为他要这个这个 评论说社会抛弃了雷锋 他说媒体也好 公众也好 对雷锋的弹漠 不仅仅表现在这一天 就三月五号那天 也不仅仅表现在 忘了这个日子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 推闯的 倡导的 追逐的 有多少是和雷锋精神背道而驰 雷锋做好事不留名 现在谁还敢在马路上扶起跌倒的老人 春晚第一个小品对此现象进行了抨击 我边看边说 越这样眼 恐怕就越没人敢挺身而出了 雷锋雨夜送大扫 现在就连警察都提倡 别和陌生人说话 这个作者说 说有个短信挺耐人寻味的 现在雷锋越来越少 雷人越来越多 为人民服务的越来越少 为人民并服务的越来越多 钉子精神越来越少 钉子户越来越多 挽着老太太过马路的越来越少 挽着二奶过马路的越来越多 他说在这种大的环境和氛围中 就算是人们既住有个 学雷锋日又有何用呢 最后他的结论是 其实人们并没有忘记雷锋 也希望雷锋精神的存在 关键是社会的风气要正 这是北京日报的评论 还有一位作者在网上 这个作者的名字 网名叫江上一郎 他写了一篇短文在网上 结合着这个青春雷锋 没有人看的这件事 他说雷锋精神是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体现 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他只发芽生长于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土壤 换言之 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才能培养并诞生雷锋精神 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反之 在唯利仕途的资本主义制度下 只能产生坑蒙拐骗偷 投机专赢扣 一切为自己的自私自利思想 是与发自肺腑的大公无私 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格格不入的 那么这样的话 如何能够产生青春的雷锋呢 那些为了宣传和大量镜头 那些为了宣传在大量镜头和大功率的聚光灯下 装腔做事 摇头晃脑做做样子的好事 引号的好事 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极大侮辱和亵渎 我觉得这个江上伊朗 应该是位先生 把这个问题说透了 就像昨天 我那个视频下面 这个评论区里面很多朋友 也纷纷指出的 雷锋和雷锋精神 失去了他们发芽成长的社会土壤 说破了 社会变了 制度变了 你挂着特色的招牌 你也变了 无论是南方日报的这个新闻报道 还是北京日报的评论 都提出了社会道德 社会风气这样的问题 都落到了这儿 江上伊朗这位作者 更归之为社会制度问题 其实呢 他们都道出了一个事实 一个不争的事实 什么呢 那就是今天的中国 尽管 人们 还心存 美好 没有完全丢掉 对于当年的雷锋的精神 对于 友善和谐 互助 有爱 爱国 爱家 等等等等 为人民服务 钉子精神 等等 所有这些美好的 曾经的美好 和美好 这份美好的事物 和美好社会的这份 想法 这份 这份心 今天的中国人 还留在自己的心底 只是 这份美好 在今日的中国 已经没有了 栖身之处 不过 而已 是啊 我们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 我们做作历史性的穿越 如果雷锋 活在当下的中国 他还能是雷锋 还能产生 在他身上 产生那个雷锋的精神 当雷锋如果活在今天的中国 当他面对赖小民 那一百个二奶 他还能把 共产党员赖小民 所在的这个组织 这个党 比作母亲吗 如果雷锋的身边 都是这些贪官 无利 无恶 不作 人人皆约 可杀的无耻之徒 雷锋还能像 1960年 50年 1950年代 和60 60年代出 牺牲之前那样 爱这个党 雷锋如果活在今天的中国 面对着南京的彭宇案 他还能助人为乐 大家都知道南京的彭宇案吧 十多年前 彭宇救了个老人 送到医院去 最后 让他赔钱 老人 和他的所有的家人 就认定他是 把老人弄倒的这个凶手 最后告到了法院 法院就是这么判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南京市的法院的法官 嘴上 在国会 庄业的国会之下 就是这样的强调 你不是 不是你把他撞倒的 你怎么救他 你怎么去帮他 去救他 直到当下 中国社会绵延 在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的 这个冷漠 比寒冬一样的 这种冷漠 是怎么造成的 活在今天的雷锋 如果雷锋活在今天的中国 如果他还 身在富士康 世界五百强 打工在富士康 看着一个用一个的工友 从楼上跳下去 每天十二个 十四个 十六个小时的 这样 奴隶般的 这样的工作节奏 他并且还是为郭台铭 做事和打工 那么雷锋 他还能发扬 他的所谓的钉子精神 然后做他的雷锋吗 嗯 1944年的9月8日 张思德的追悼会上 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 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 为人民服务是什么意思 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思想和行为 这是标准答案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和几代中国人的道德规范 中国共产党倡导 率先垂饭 像雷锋这样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和青春演练出来的 这样的道德规范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党人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 这是条文上写的 这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这是写进党章的东西 但是我们试问一下 如果资本家都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宾 而中国的工农 工农 有冤无处深 有苦无处诉 在共产党的衙门前 被人像猪狗一样的驱赶着 打压着的时候 如果资本家的利益和共产党人的政绩 包括一些共产党人的利益 穿起了一条裤子 如果 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中国青年 都知道自己每一天的劳作和付出 都是为资本 为资本家服务 如果他们的脑子里还记得毛主席 曾经的教导 为人民的利益而死 就比泰山还重 替法西斯卖力 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 去死 就比红毛还轻 如果他们还记得毛主席的这个教导的话 那么 雷锋 雷锋的后人 作为雷锋后人的我们 和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还能全心全意的 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吗 雷锋 是毛泽东时代伟大的作品 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伟大的作品 雷锋 雷锋精神 是毛泽东 那个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 精神作品 人格作品 党格作品 国格作品 雷锋 和雷锋精神 属于伟大的毛泽东时代 属于社会主义的时代 我们今天说到这 谢谢大家